飞你好,学校找什么? 我找什么? 要包纸吗?你要哪一份? 你要什么包? 你要别人包这个? 老人家到超厂买报纸翻阅 店员不仅协助跑腿结账 还送上简易的放大镜 希望可以让长辈们看得更清楚 每年10月1号是联合国所制定的国际老人节 市府在这天顺势推出守护老人的服务 集合民众最常接触的各种民间场所 希望业者能够训练员工 提供老人更贴心的关怀 就是我们可以想说 就是有一些老人家可以过来 我们这里会有一些服务 因为我们有服务手册 还有一些就是他们 就是看包纸他们需要放大镜的这样 就是说他进到这个便利商店来 然后有些价值太高 或是价值太低 他都不方便 那我们店也就受过一些训练 因为我们一定有讲习 他就会主动来帮他协助 然后甚至看到一些失智 或是所谓的 就是那个迷路的一些自身国民 他会主动通报 对 为了落实高龄友善环境 市府社会局近年从社区左手 选择民间单位一同合作 除了购物流程充满人性化的服务 像是老人家出门搭小黄 司机也会亲自下车帮忙开门 免去上下车的不便 虽然只是一个小动作 但却让人觉得很感兴 我们现在有1600多个店 里面有计程车 有便利商店 有药局 基本上这都是一般我们自身国民 他们在整个社区活动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目前活动才刚推出 已经有超商 药局还有计程车业者 一共1600家店参与合作 只要每个据点都可以多一份举手之劳 就可以让老人家的友善空间 升级再进化 长辈们对此看在眼里表示感激 希望像这样的守护计划 能够持续扩大 记者洪加洪他出错了